大家好,我是阿宇 红薯属于粗粮 我们经常要多吃一点粗粮 会对身体有好处 在我们湖北这边 早上过早的时候 有一种美食就是用红薯来做的 做法简单,大家跟我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们先准备三根红薯 去皮之后有750克 将红薯切成大概0.8厘米的厚块 然后再切成0.8厘米的小方丁 切好的红薯放入到大碗中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一大勺的白糖 大概是25克 用手将它们翻拌均匀 拌匀之后加入80克的普通面粉 同样给它翻拌均匀 这个时候拌匀 等一下面粉就不容易结块 面粉拌匀之后 再往里面加入80克的清水 然后用筷子将它们搅拌混合均匀 拌好之后 每一块红薯上面都会沾满面糊 像这种状态 找一个面窝勺 没有的话就用铁的锅铲 和油一起加热 油温加至6层热左右 插入筷子能够离马毛泡泡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将面窝勺给拿出来 铺上红薯丁 铺红薯丁的时候稍微密集一点 不要断开 断开的话等一下炸汁的过程中会容易灭掉 再往上面撒上一点黑芝麻蒸香 然后放进油锅 中小火炸至 大概一分钟左右 红薯饼会定型 用筷子轻轻地往上面剥一下 就会脱落 然后放在锅里再稍微炸一下 炸至两面金黄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出锅了 一次将所有的红薯饼给炸好 在我们湖北这边叫做勺面窝 早餐的时候搭配上一碗豆浆 吃起来别提有多香了 看这个金黄的颜色 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 做法简单 早上的话十几分钟就能搞定 虽然是用油炸的 但是吃起来一点都不油腻 红薯也不吸油 炸的外皮非常的焦酥 内里绵软 超级的香甜 怎么样 想吃吗 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试着做一下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就请长按点赞功能 关注我 解锁更多美食 我是阿玉 拜拜